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些top sales 因为我们是新人嘛 新人你很难接触到那些top sales 然后呢一帮新人经常晚上没事聊 哎呀那个哪个区域的哪个团队的 那个谁谁他好练啊 听说他一个月可以签多少单 这销售提成拿了多少钱 感觉啊就是他们就跟明星一样的 活在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心里 那个时候很羡慕 因为那个时候还算账 你看人家一个月可以做 比如说20万的业绩 20万可以拿好几万的这个佣金 太厉害了 很羡慕 当你有机会去接触这些top sales的时候 其实你会超级紧张对吧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公司啊 这个邀请那个其他团队的top sales 过来给我们分享 哇那个场面啊 简直就是不亚于今天的粉丝啊 明星见面会一样的 你就感觉top sales啊 往那趟一站啊 就光灯一打 底下的人开始欢呼 你就会觉得很兴奋啊 然后就开始分享 我这个单是这么签的 也没什么了 就是坚持嘛 哇好讲得好 那时候就感觉啊 从top sales嘴里说出的每句话 好像都是对的 都是真理 会掩盖你自己的这些语言结构 当然现在想起来 是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当你对销售这个行业 你还没有入门 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记得跟这些top sales 接触完以后你就会发现 好像不过如此嘛 他也是个人对吧 也是两只眼睛 一张嘴 两条腿 好像跟我们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区别 那凭什么他就能做top 有段时间我就觉得很疑惑 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明星 其实一旦你跟明星接触了 尤其是说你近距离的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 他和我们普通人是没什么区别 但是话是这么说 其实你真正接受下来 你会深深的感觉到 他们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我把top sales身上的这种气质 称为销售气质 几乎所有的top sales身上 都有这种销售气质 什么是销售气质呢 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 气质是人由内而外的 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 说实话 这个东西还不太好描述 这种气质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是经历起时间的这样一个打磨 一路走过来 缓然天成的形成这么一种东西 总结一下 所有的top sales身上 都有五大共性的特质 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top sales的五大特质 第一个叫做 number one的销售态度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做第一 谁做第一 我天生就是number one 我为number one而生 这种态度其实本质上也是这种自信 对吧 我们经常说做销售 你首先得自信 但是有的人的自信啊 你会明显感觉到他没有支撑 也就是说这种自信是外在的 可能是通过这种体力 或者语言 或者说情绪 表达给你 让你感觉这个人很自信 我们说 还有另外一种自信 或者说 那种才是真正的自信 那种自信是骨子里带来的 让我想起了孙正义以前的一句话 别人问他 你为什么那么自信 你的自信怎么来的 他说 我不知道 但我就告诉你 我的自信是毫无依据的 我就是毫无根据的自信 所以他表达不出来就对了 如果说一个人能把自信给你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演出来的 经常我们开放笑的说 有的人的自信是演出来的 这种自信啊 是活在他的意识里面 但是 另外一种人的自信 是活在他的身体里面 这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 所有的top身上 都有这个特质 换句话说 如果说这个top sales 身上没有这个特质 那我就严重怀疑 这个top sales 它是怎么来的 可能是通过运气 如果是十打十拼出来的 那我觉得 他身上一定会有这种特质 就是number one的态度 这种态度啊 我们还把它称为另外一个词叫什么 叫药性 药性是什么 就是欲望 药性呢 也是与生俱来的 有的人啊 会弱一些 有的人啊 一般般 但是有一种人 非常强烈 你会发现 top sales 他们对于成功的这个欲望 已经达到顶点了 真正的高手 他也不会经常喊口号 告诉你 我是number one 他往那一站 那个气场 你其实是能感觉到的 所以 top sales的第一个特质 我个人认为 是两个东西 总结一下 一个就是 它药性很强 第二呢 就是这种自信 这种自信是由内而外的 不仅仅是停留在 语言和意识层面 第二个特质 我们叫 好的习惯 你会发现啊 所有的top sales 他们都已经 有了良好的习惯 我个人 把习惯这个东西 称为什么呢 就是让 所有的行动 成为习惯 融入血液 成为DNA的一部分 这个是非常非常 非常难的 但是 就是因为难 所以说只有top sales 才能具备 我们都知道 干销售啊 是一件 就是很枯燥的一件工作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除了客户的脸 是不同的 其他的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经常跟 很多很多销售的新人 开发销售 做销售 唯一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每天 见到不同的人 你也不知道下一个客户 他到底是男是女 什么年龄 什么星座 什么血型 长得什么样子 什么性格 这可能是我们 干销售这个工作 唯一的乐趣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销售这个持续性的过程 所以说 有很多行为 有可能会觉得厌倦 只无法坚持 我做销售这么多年 给我最大的感悟 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人 你发现他 与生俱来 是特别适合做销售 比如说他的那些条件 都具备 他很乐观 他很积极 能力也很强 可是你会发现 越是这样的人 他越走不到最后 或者说他越成为不了 进去塔尖的那部分人 这是为什么 他不够坚持 他的耐力不够 如果你再去分析 跑该问题 他为什么不够坚持 那坚持这个东西 好像也没那么复杂 那我就坚持嘛 其实越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他越复杂 比如说减肥 减肥的方法有非常多 你只要找着一种坚持 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个道理 很多人就是尬然而止 他永远无法减肥 人是有惰性的 非常正常的 唯一能够让你坚持下去的方法 就是让这个行为成为一个习惯 所以聪明的Sales 为了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他就会通过一种训练 让这个事情成为一种习惯 比如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运动 以前也是运动员出身吧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那个学校的时候 我们教练就让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特别想不通 他要求我们每天晚上 必须做一个复卧成 一个 同学们记住就一个 我们就觉得奇怪 那个时候年轻嘛 那做个什么七八十个一百个 其实都不在话前 那为什么做一个呢 好 老师也不讲原因 反正你们做吧 然后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刚开始的时候 有的同学啊 是做了十个 做了二十个 有的压根不管 我还是做一百个 反正我能做多少 我就做多少 但是你会发现 到了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就发生变化了 有人就不做了 他不做了 也不是忘了 他也不是不能做 但他不做了 过了一个月 老师问了 从月初到月底 坚持按照我说的 每天晚上做一个 佛生的举个手 我一看一百个人里面啊 可能就剩下二十个人 真的 只有二十个人 能坚持下来 当然我也是请了一个 老师又说了 那行 再给你们加个码吧 从这个月开始 每天晚上做两个佛卧城 同样到了这个月底 做完的举个手 你看二十里面啊 可能就剩一半了 然后老师说了 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加个码 这个月呢 每天晚上做三个佛卧城 到了第三个月 一百个人里面 到了第三个月 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 只剩下了五个人 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的耐力很强 后期那个教练 跟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 还不是特别想得通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道理往往要通过大和小 就像今天 让我再来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太有哲学了 这个教练很聪明 其实这个方法 我也有时候也会经常 来训练自己 和来训练这个sales 我们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不重要 我觉得你坚持才重要 对销售来讲也是 销售这个职业 它要求的不是爆发力 它要求什么 是你的耐力 持久力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 这个习惯的重要性 习惯的背后 代表什么 是代表耐力 有没有方法 能够让一个 没有耐力的人 变得有耐力呢 其实经验和大数据 滚下来 你会发现是有的 唯一的捷径 就是养生习惯 那有人说了 怎么才能养生习惯呢 这是个背论 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呢 其实啊 养生习惯的方法 还是坚持 所以搅来搅去 你会发现 这个事啊 其实我们就绕进去了 但是我们跳出来 再来看 就像我前面 讲的案例一样的 我觉得就恍然大悟 所谓的坚持啊 是你每天 做一点点 然后你就会养生习惯 所以说 Top Sales身上 都会有第二个特质 就是 它有良好的销售习惯 那关于这个 我们就聊到这 我们以后再聊 有须别人 有须别人 他不思认 有须别人 有须别人 有须别人